化工期也突发状况,20万吨油管区岌岌可危,树干竟然穿人而过,它到底经历了什么,又能否平安获救?平安三六五,危机时刻即将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013年11月22日10点25分,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一行巨响之后,天空瞬间被黑烟所笼罩。 第一次感觉和地震一样之后,我看到旁边那个玻璃上,二千碎了。 爆炸的冲击波将附近路面上的建筑物和汽车全部卸满,沿进道路全部损毁,附近军面楼门窗、玻璃、飞阵水,部分房屋直接倒塌。 一时间,青岛市西海岸上空,火光充电,浓烟滚滚。 黑烟燃起的地方是在青岛市黄岛区,发生爆炸的史中石化公司位于当地的一条输油管道,东黄输油管道。 这条管道1986年7月投入使用,是连接东营和黄岛的重要输油管道。 而现在,这条管道却好像埋在地下的一串地雷,将半个黄岛区几乎炸翻了过来。 更为严重的是,爆炸导致近千平米路面和附近海域被原有覆盖,青岛市消防支队火速赶往现场救援。 当救援人员到达现场时,爆炸现场已经乱成了一场。 虽然大部分工人已经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但是爆炸区域内仍有不少伤亡人员,救援人员首先对他们进行施救。 火很大,火是很大,烟也很大,然后地上长得很少人员。 爆炸后的飞区里,污水里,石板下,到处都是人们的呼救声。 路边全的群众都是被火火杀伤的,火火在路边总得施救的,这很多。 仅仅将伤亡人员抬离现场,并不能拯救危机。 蔓延的大火直接威胁到附近一个储量25万立方米的油罐区。 与着火区域相连的另一条海上输油管线,也同样受到大火制靠。 更危险的是,黄岛石化区内的输油输气管线运行交错,相互联通,连环爆炸,移出几发。 油罐两三米之处有个排污口。 排污口里边的油呢,已经开始沸腾,有可能是开始要发生自燃。 因为当时周边都是清制油罐,还有原油罐,还有液化器储存罐。 让救援人员心惊的是,聚火长不足百米,就是毅然亦保危险的化工品仓库。 一旦被引爆,将会对整个青岛市区造成严重威胁。 数十万人的家园有可能将不复存在。 周围就说,像这个黄岛油库啊,或者立东化工,它们这些储存油品呢,然后都会发生联合反应,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说一旦发生爆炸,周围联合反应,可能说黄岛可能就少了一半。 此时,上万立方的油品已经受到了损失。 原油物质燃烧产生的烟雾已经扩散开来。 周围数公里的区域内都充斥着次第的气温。 周围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 针对眼前这危急的状况,青岛消防支队立即启动了重大灾害事故并且预案。 钓牌辖区内所有的消防力量和相应的社会力量赶赴现场救援。 浓烟密布,火光冲天,火场中的它们寸步难行。 猎眼熊熊危机四伏,它们能否安全归来。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播出。 爆炸的输油管道上大火匈匈燃烧着,附近的油罐正承受着。 高温的指口,倘若温度不能降下来,既有可能导致灌体发生行电垮垮,周围的油罐也随时有可能造成连锁爆炸。 当物质及时对油罐进行冷却,可是道路被损毁,消防高空车和水枪的水柱根本无法有效地靠近灌体。 如果消防人员贸然进入灌区,它们又将直接面对随时有可能发生爆炸的处灌和诱毒物质,助援一时陷入两难的境地。 危机之下,青岛消防支队特勤三中队班长王超站得出来,主动请鹰携带水枪进入灌区,进行喷水冷却。 有物质火灾救援中最危险的往往不是灭火,而是在灭火过程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爆炸事故。 此时,这样的危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眼前这片灌区。 但是,当王超和战友们进入灌区之后,他才真真正正感受到了这次任务的艰巨性。 说不害怕呢,肯定不可能,当时因为想不到那么多,在这些冷却的时候看到那个水,看上了油罐的时候,接着就雾化了。 当时今天想,那会不会随时可能爆炸,有爆炸的危险。 当时周围有地坝,然后火就说着非常大,不用靠近的时候,离得挺远,就是特别热,然后周围石头都烧了,就炸开了。 直到下午一点左右,历经远各个小时的紧张救援终于结束,爆炸现场的大火终于被全部扑灭。 但此时的消防队员们却不能掉以轻心,因为爆炸造成的影响范围过大,极有可能仍有人员被掩埋在废墟中,必须对现场进行搜索。 经过了两天一夜的搜救,救援人员在废墟中,共搜救出埋押人员三十余人,疏散附近群众两千多人,排除了附近居民的安全隐患。 本次事故共造成62人死亡,136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高达7.5亿元。 事后,相关部门对此次事故进行了调查,当天,由于东黄树油管道与排水暗渠交汇处发生原油泄漏,工作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维修管道,意外产生撞击迸发火花,进而将泄漏的原油点燃导致爆炸。 根据我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生产储存危险化学品的单位,应当对危险化学品管道定期检查检测,倘若违反该条例,情节严重地将责令停产停业整顿。 1122事故发生后,相关单位责任人已经第一时间被移送至司法机关处理,而东黄树油管道黄岛泄漏断线将永久停用。 由于石化工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多具有易燃易爆、剧毒和腐蚀等特性,而化学品相关厂区一旦出现问题,均是伤亡惨重的重大事故。 作为全国石油化学工业的重要基地,目前山东省具有大规模的石化生产企业4343家,单罐储量10万立方的油罐有104个。 为了加强安全生产责任意识,前化重特大化工生产事故救援能力,熟悉多部门合作的事故处置流程。 2014年5月16日,山东省举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综合演练,此次演练包括危险化学品交通事故救援演练和石油化工生产储存企业灭火救援演练。 在操场的一侧,一辆淘罐车快速通出,由于刹车失灵,撞向迎面而来的一辆大型客车风部,灌体当即破裂,造成大量汽油泄漏。 猛烈的撞机让客车多数变形,车门无法打。 司机和多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人员全部被困。 既有无线平均泄漏,又有人员的被溃,还有货物材料的燃烧,遇到迷惑以后会发生爆炸,给现场的人员都造成家的危险。 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应当首先将人群疏散。 由于机车玻璃属于安全玻璃,具有很强的抗冲击性,发生事故被困在车内时,应用救生锤敲打玻璃的边缘和四角,尤其是玻璃上方边缘最中间的地方,可以轻易将玻璃击碎。 接着,根据曹灌车泄漏情况,销黄员立即对泄漏点进行封堵。 报告指挥员,两出泄漏口已被封堵。 地区趋势保护,清理现场,指挥泄漏车,牵引转移油画车。 钓急轻障车对油罐车进行转移。 紧接着,救援人员使用水木器瞬间形成一道半径十米的水木屏障。 有效阻止的汽油蒸汽和泄漏化学原料产生的烟雾在空气中过散蔓延。 同时,喷射泡沫覆盖污水水面,防止油挤发生爆燃。 这是一个模拟的石化企业油罐区,由消防员模拟的员工在添加物料时违规操作,发生泄漏起火。 继而引发了输油管线和原油储罐的炒炸燃烧,整个厂区都陷入危境中。 按照石油化工火灾事故处理灰程,消防车辆在上风向或侧上风向进入现场,并且车头向外方便撤离。 进入信塔的消防员先用水枪将冷水打到油罐装置顶部实施全面冷却。 然而就在此时,因为被高温烘烤过久,常减压装置发生了猛烈的连火爆炸。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相邻的几个油罐在高温烤下也发生了爆炸燃烧。 为了避免无谓的伤亡,社会员果断下达了撤退命令,同时寻求别的救援途径。 两名厂内计划人员在泡沫腔的掩护下详行关闭油罐发门,切断向生产装置供养并做好导罐转移的准备。 在后继的增严力量赶到后,由供水泵站和大口径水站组成远潭供水系统干线,将三公里以外水源供向火场。 同时按照新地面,后装置的原则,分割合为南北佳激,终于将生产装置和地面流淌的伙势全部覆灭。 你们现场的装置区,除冠区都是压成一片,地下的管道,重复有交货。 经过消防多兵种的协同作战,密切配合,这次复杂的石油化工强险救援演练,获得圆满成功。 车辆追尾,司机竟被刺船钉在座椅上,一生消防连动,他又难否顺利获救。 平安365,危机时刻,正在不出。 树干穿人而过,人又被树干盯在了座椅上,这样的情况恐怕只有在电影坑看过。 现如今,竟然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了消防员的眼前。 所有人都不知道受伤的司机还能不能存活下来。 赶来救援的河南省开封客行中队的消防员,见到这样的情况也吃了一惊。 因为他那根树干有将近两米长,直接穿过他的腹部之后,又穿过座椅靠背,等于说他整个人就像被钉子牢牢地钉在座椅靠背上。 因为此时司机意识还算清醒,消防员听他断断续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两个拉树干的车追尾了,都是倒着拉的,就是树根在前面,树干对着后面。 原来,两辆拉载树苗的车辆在夜晚发生了追尾,因为车速过快,导致前一辆货车的树苗穿过了后面车辆的驾驶室,并刺穿了驾驶司机。 把他护着点,慢点,慢点。 司机的身体和座椅靠背贴合得比较紧密,如果采取强制剪切,救援工具所产生的巨大震动,肯定会对司机造成更大的伤害。 无法直接破拆分离座椅和驾驶室,救援人员就决定用最稳妥的办法,一点点拆卸座椅的螺丝,尽量减轻晃动幅度。 因为你们变形了,只能用手探索了,那连眼睛都看不见。 二十分钟后,受伤司机在几名消防员的合力帮助下,被抬出驾驶室,送上了120救护车。 然而,救援并没有结束。 由于还有一根两米长的锈杆横穿在司机的体内,在医生的要求下,救援人员携带设备随车赶赴医院协助手术。 当时就是检查过之后,发现伤者的脾脏、胰脏、胃、肺部分都已经被刺穿。 因为当时医院里面没有这些工具,我们进到手术室里面也是在选用工具的时候,也是选了又选。 在给树伤司机打上麻药后,消防员在医生的指导下,先将座椅与人分离,然后利用钢锯将伤者身体以外树干锯掉,最后进行手术。 据交警部门调查得知,被树苗穿刺的师傅姓李今年四十多岁,以长途拉货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始发当天,李师傅为了多挣钱,虽然已经感觉到自己很劳累了,仍然强撑着昼夜赶路,但是由于过度疲劳,李师傅驾驶的车辆撞上了前方的火车,造成了此次事故的发生。 目前,李师傅已经脱离生命危险,进入康复治疗阶段。 平安365再次提醒各位观众,在高速公路上长途行车时,最好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到就近的服务区休息,下车活动一下腰、腿,放松全身肌肉,预防驾驶疲劳。 2014年4月23日,受大风天气影响,位于新疆阿克苏西大桥附近,以短熔棉加工厂突发大火。 新疆阿克苏水运消防中队和阿克苏特勤消防中队的消防员到场后,了解到, 着火短熔棉有近200吨,此时的现场一定是浓烟滚滚,接住风势,火星四处飞溅。 消防员立即分为两组,一组对起火的短熔棉包进行夹击灭火。 另一组消防员进入火场附近的民居内,将煤气罐等可燃物进行转移。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大火终于被成功扑灭。 事后和工人了解到,可能是附近居民用火不胜引发的火灾。 具体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